这是李凯尔在中国南篮第一次练长传球 快攻的赵瑞接球后 居然紧张到三步上篮都没进 在中国南篮发布的视频中 虽然大锤穿的衣服不够鲜艳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视频中缓慢的三分球 一眼看出他的身影 本次训练中 李凯尔三分球三投两中 要不是最后一个球 张真林破坏了他投出的三分路线 大锤的三分命中率将是百分之百 不难看出 李凯尔对比所有的中国南篮的风险 他的急停接球头三分能力无人能及 来看这个球 富豪把球传给从后场杀到前场的李凯尔 后者接球后运都没运 直接抬手三分命中 乔帅在本次训练中 把李凯尔和赵瑞结合到一起 练的就是李凯尔后场的长传 赵瑞快攻上篮 两组回合下来 赵瑞显然对于来自NBA的传球有些陌生 第一次打进了 第二次却连三步上篮都没进 看到这样的景象 我想起曾经评论区的一句话 李凯尔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 但是CBA队友们是真的接不住球啊 本次训练赛中 赵季伟的命中率非常不错 几乎都能做到百发百中 加上之前几场的发挥 赵季伟几乎能够锁定中国南篮的首发空位 此外 王哲林也在训练赛中三中三 张正林周期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在南篮世界杯开始前 中国南篮的队内气氛也越来越好了 众多球员都发自内心地欢迎李凯尔的到来 纷纷在社交媒体发出合影 这是中国南篮历史上 首次拥有强力外交加NBA规划球员的一届阵容 现在咱们的团结和战斗力都不缺了 相信这帮小伙子们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